那我為什麼給各位看這個 其實我們這門課都教各位技術、技術、技術 但是其實我發現一直有個問題 然後呢,我會發現有一些技術非常棒的同學 就是說,像那個各位的學長姐 有像許家瑜他們對動畫的技術能力非常棒 但他們這學期就遭遇到一些瓶頸 什麼瓶頸? 劇本不吸引人 劇本不吸引人,整個動畫一定垮掉 你可以做一些 怎麼講? 你可以做一些 一些片子 那些片子呢 就 就 很炫很酷 動畫做得非常棒非常美 但是他沒有靈魂 他沒有真正吸引人的地方 好,就拿前幾天好了 我帶兒子去看庫斯拉 你可以想像一個庫斯拉的影片 從頭到尾都只有庫斯拉跟怪獸在打架 其他通通都沒有 你會覺得很好看嗎? 小孩一定是最喜歡看那個打來打去的場景 但是你從頭到尾 通通都只有庫斯拉在打架 你會覺得很好看嗎? 所以 那個東西還是在 即使是像庫斯拉這種老掉牙的片 對不對 他已經拍了二十幾次了 然後 我從 我小學二年級 就為了 要去看庫斯拉 跟我 老爸老媽 哭了好久 後來他們 很窮罵 你看庫斯拉很多錢 但是後來他們還是給我錢去看 但是 你今天如果你要拍一部動畫片 你可能要想 想的一件事情是 不是只有動畫 動畫只是其中的表現方式 但是 真正 他的靈魂還是那個劇本 可是呢 你不能夠把 像剛剛那個 這個徐玉婷的那種 我可能不會愛你 這樣的片子拿來拍成動畫 你一定會死 我可能不會愛你怎麼拍成動畫 當然 有些人會 走那個 走那個 欸 就是類似 那種 那種 瀟灑的漫畫風那種 可以 可以 可以還是可以拍 但是 那個東西 拍出來 特別是3D動畫 非常不適合 如果你是熟慧動畫的話 那或許還可以表達 3D動畫 你來拍我 我可能不會愛你 臨死定 為什麼 有沒有想過 所以不要用3D呈現 3D有他的特質 你去看那個皮克斯拍的那些影片 皮克斯 玩具總動員 對 然後呢 超人特攻隊 超人特攻隊 真的沒看過 還有哪邊 欸 皮克斯很多啦 像那個 最近有一部 我覺得 也不是最近了 已經好幾年 天外奇蹟 我覺得那個 那個是 每一個故事 我覺得很多都很棒 像天外奇蹟 他刻意用那種動畫的 3D動畫的那種風格 去表現 但是他其實那個場景 是真實人物 可是又有一點 幻想的味道在裡面 其實真實人物不容易拍 天外奇蹟他掌握得很好 所以 通常3D動畫可以拍的 比較好的 那 你會 有他 很特別的風格 那些風格就是 皮克斯啊 華萊塢的一些動畫團隊 他們 能夠掌握到 他們很少會拍 絕對 接近真人的那種動畫 為什麼 有恐怖谷理論嗎 我給大家看過 不然 OK 你如果拍那個絕對接近真人的 你會落到恐怖谷裡面 你就掛了 那個動畫 就會很糟 所以當你在設計動畫的劇本的時候 跟他們設計 我可能不會愛你這種劇本 是有天差地遠的東西存在 他們從日常生活上去取材 但是你們要拍3D動畫 反而要像 皮克斯好萊塢那種去取 但我們不可能拍那麼大規模 那你總可以像那個 HeroTW這個 木偶人之類的 去取 這方面的想法 但是 你要寫劇本 但你寫的劇本呢 可能要適合動畫 這很難 這很難 其實這很難喔 我也在寫劇本 我寫了 我的網站上 就有一些我的劇本 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有一陣子 我還蠻喜歡寫故事 所以你看我這邊有小說 OK 像這個 戀人啊 助理啊 神劍啊 章魚圓圓 物賊尖尖 天國來的鈔票啊 兒童版 尤其是中篇的 天國來的鈔票 那之前我還寫一些武俠的 之類的 那這武俠的跟那個 現實的其實是混在一起 為什麼 你看到的 那我又喜歡科幻 所以我之前其實曾經想過寫這個 但是 沒有寫的很好 那我覺得比較好的是 像這篇 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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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這個 OK 好 那 每一個都有它的背景 每一個都有它的故事 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而言 舉個例子而言 每一個劇本都有一個點 你們可以先看一下 有點太行 那沒關係我就 我就直接貼到社團上面給你們看 你看看 你看完這幾篇 你告訴我 你 你的想法是什麼 你 感覺是什麼 好不好 因為這個東西需要花點時間看 然後呢 為什麼我會 為什麼我會 寫這樣的 小說之類的 短篇啊 或者中篇 另外 其實在我的網子上 好像也有一點 有時候 就 寫在網子上 不見得都 好 比如說 網子通常是那個 不是小說類的 但是這邊 比較像小說 稍微看一下 這些 好 那我們再來 討論說 OK 那劇本 當然我不見得顯得很好 但是 可能也有相對一點經驗 劇本 到底應該怎麼寫